周炳坤的家住在街头 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 待周炳坤出生时 新中国成立了 他不但有了哥哥 还有了姐姐 姐姐大他两岁 哥哥大他姐两岁 十年光影故事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爱 谁爱 与历史同行 与时代共振 这变化太大了 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 连根拔掉 句话十年 重温经典 句话十年 重温经典 大家好 我是国剧推荐官吴姓健 2022年开春大剧 《人世间》已经播出 让无数人在屏幕前 默默落泪 我有幸在剧中饰演周南 周南的年代和我的年代 相差二十多年 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短暂的一生 灿烂而落寞 成为我心中的一男瓶 从父母那一辈人的故事中 又感受到最质朴动人的感情 带着这份回忆 让我们一起重温人世间 这部由梁小生创作的小说 《人世间》 作者将跌宕起伏的个人生活 和奋斗历程 嵌入到中国社会 近五十年的重大变动发展进程中 既写出那个年代 人们生活的磨难与困苦 也写出了他们怀揣梦想 艰苦奋斗的尊严与儒光 悲欢离合千帆月静 人间烟火最是值得 编剧王海玲 以家庭为抓手 探究立体的社会关系 温情与争执 包容与隔阂 相互渗透 成为牵动大众心理的线头 产生了丰富的戏剧效果 作品用鲜活的人物 生动的故事 带领观众走进 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与之产生共情 人世间关于亲情 爱情 友情的刻画 温暖治愈 从点滴细节中 流露出中国人 血浓于水的深情 擅长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导演李璐 历史九个月 将文字成功地转换为光影 从漫天飞雪到乌檐冰锥 从一日三餐到欢聚春节 一个时代的人间烟火 月燃盈平 实力派演员们扎根创作 塑造了一个个立体鲜活的人物 无论是待人厚道的周炳坤 还是讲人爱的周炳毅 亦或是走上穴道的周荣 其性格命运虽各有不同 但始终恪守勤劳坚忍 自尊自强 小小的光字片 藏着中国人 仁义理智性 也致敬了那个时代 为祖国发展而奋斗的建设者们 这部文学作品 成功改编影视剧的背后 诠释了国家在五十年间 经济的腾飞与发展 这样优秀的作品 既满足了观众的精神需求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 走向海外的一张名片 温固人世间 让我们珍藏这份温暖 感恩美好人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